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的3月7号 星期一 天津的小学午餐又出事了 又反正 其实不光是天津 这些年好多地儿都出事了 到这事我还要说一句 去年2021年的3月5号 有一个朋友 小伙伴私信我 当时我不知道是没看到 还是怎么回到 怎么回事 我后来我想可能是他第一句话 他说订阅你的频道几年了 我看了之后就没往下看 我就烦 你知道吗 因为我频道一共都没 订阅几年了 我想我频道一共开了几年 对不对 对吧 后来我就没往下看 后来今天他又说话 说天津这个事 你应该说了吧 说当初我们那个事你没说 你看什么事呢 晚上翻 然后我才翻到了 原来他去年的3月5号的时候 他说定议你的频道几年了 我们一直绕不开了一个话题 食品安全 没想到今天落在我的身上 我儿子上的小学 扬州市江都区 花荡中心小学 昨天中午学生吃完午饭 相继一些学生出现了呕吐腹泻等症状 今天早上集体学生发生呕吐腹泻 大概有50到60人 但是我们等待学校的结论是 懦如病毒感染太搞笑了 然后停学一个星期就完了 我查了 就算是症状感染 也应该是食物中毒引起的 希望你能帮我们报道 感谢这去年的3月5号 这是他们这什么 扬州市江都区的花荡中心小学 好吧 去年没看到 我真的因为人太多 有时候看头一句我不喜欢 我就懒乱下看 你知道吗 然后再看 如果看头一句特别不喜欢 就给屏蔽了 没把你屏蔽 说明觉得你骗我 但是也没啥当回事就过去了 你知道吗 所以你们这个说话要小心 好吧 然后我其实也不是说 就是说为了屏蔽谁或怎么着 因为我还是想 就是说时不时的 跟网友们 就是说有一点小沟通 但是来人太多 所以那些就是没有营养的人 如果我屏蔽他 他后面又说话 说话 这我就忘了 我又不记名字 你知道吗 然后我又看 又看还是没营养 我把它屏蔽了之后 是为了 我把它屏蔽了 是为了给那些有营养的 网友腾出时间 和这个机会 让我能看到 你懂我意思吗 其实是这么个意思 我倒也不是说别的 网友说 你看我说的不好 你屏蔽我吧 对不对 屏蔽就屏蔽 反正说这话 全部都屏蔽掉 没有什么好说的 就是说 我希望你尽量来说话的时候 就是说你要想到 我们是一个相互的 你要能给我带来一些的信息 一些的养分 让我看到之后 我觉得我也有收获 就是我的宝贵时间 你知道吗 因为我们属于就是说 就跟项羽说的 我们要练的是万人笔 你知道吗 我说话 我浪费我的时间 是要影响千千万万的人 而不是一个人 一对一的跟你一个人 就是说 我跟你说 我能跟你回一句话 在百忙中给你回一句话 你就应该感谢我 你知道吗 因为我这个时间 是非常宝贵的 我把跟你一个人聊天的这个时间 拿出来 我录一期视频的话 你知道吗 就是对你想想 对吧 所以你要想明白 好吧 所以说话的时候 尽量的别骗我 别忽悠我 我讨厌骗我 忽悠悠我的 实话实说 有什么说什么 实胜点 好吧 别瞎忽悠 所以今天刚看到 跟你说一下 去年三月五号 他这就出事了 然后天津这个 他有了一个视频 我一会儿 把他视频的链接 搁在我视频下方 你们可以去看一下 我还觉得他这个视频 你还真值得一看 这个视频 一看就一点 他说他是一个什么临时工 刚刚感冒好了 病好了 去找工作 然后找到一个给小学生 送午餐的工作 然后就顺便拍了一下 一天的行程 然后就整体 厨房环境非常差 在抖音上发的 然后现在抖音上 他这号已经被屏蔽了 然后这个是3月5号的事 现在天津市政府 已经出了通告 说正在调查 但是没有出结果 这么一个事 我告诉你 这肯定是不对的 很多人都发现这个问题 有一个小伙伴 他也说 他说什么 我看看 有一小伙伴跟我说 他说这个视频拍摄者 为什么从早上起来 找活就开始拍 而且一拍了 就能拍了一天 然后因为就不干活 对不对 而且他的拍摄器材 应该是隐蔽的那种器材 因为从来尾 没有人注意到他的镜头 然后就给我发了他这个视频 我看了一下 没有问题 他说的是对的 这个一看就是专业的 这个人不是为了去找临时工厂工作的 这个人我揣测 有这么几种可能性 有可能他是一个团队 他都不是一个人 他都不是一个公司 因为他们是拿隐蔽摄像头拍的 拍了之后 回来再写稿 写了稿之后再有人配音 从头讲过来这么一个情况 而且配音的那个人 一看就是专业 你别看他带着天津话 他一看一听 就是专业来配音的 你知道吗 我觉得无非就这么几种 一种就是说 人家就是说是以此 作为就是拍视频 然后弄点什么打赏 以视频来挣钱 然后就想拍一些 你愿意看的视频 爆款的视频 一个是这个 另外一个就是那种良心的 这种社会记者 有一些记者 以前在传统媒体干不下去了 出来自己当自己的社会记者 然后由于现在 自媒体比较发达 就是说我自己当记者 自己能养活自己 以前的话 没有媒体 没有平台的话 你自己没话当记者 但现在不是了 现在你如果能发出来的话 你自己在网上发 自己就能够分广告费 就可以有收获 这个事 说实话 我是特别的鼓励 我就觉得现在每个人手里 都有一个手机的 每个人都是记者 每个人都能拍点什么 然后又以此能够养活自己 能够生点钱 能够生存 然后有的时候 人会把这社会摆态 给我们发挥出来 他这个也是 我看了一下 他这挺有意思的 那种现代水猫 我们天津以前叫水猫 以前就不是像他们这样 以前就在一个马路上 有一个地儿 慢慢的形成了一个地方 反找工作人就蹲那好 我说一蹲 然后等着有车过来 会干这个吗 会干那个吗 然后看看 差不多上车 拉着走就干活去了 现在就跟现代水猫似的 然后也是反正就是 来了一辆车 有时就抄待 一辆车 他就说一辆车里 C16个 你知道吗 拍的就跟 谁 方老师拍的电影似的 一辆车里 C十几个 好吧 然后 大体是这么个情况 所以 我现在得到消息 主要是什么 就是说小学 你看我们频道 开了这几年 就不断不断的 在说小学 午餐出问题的事 我这个事都说的 都麻木 都皮特了 你知道吗 说的到的 都不想说 说的都没意思 但是反正 还说这个情况 以前 我以前都给过结论 给过方法了 我就说 作为家长 在中国来讲 你就是一个防卫性的养孩子 就什么意思 就是说 没有人保护你的小孩 那么除了你之外 只有你保护他 知道吗 所以当初我就说了 凡是学生家长 尤其小学的学生家长 就是人家时不时 比如在小学用餐的话 几个家长商量好 这么比如说这个星期 谁 哪个家长去了 想办法看看 吃了怎么样 什么东西 然后下个星期 再换另外一个家长 每个家长倒着来 大家时不时的去看一看 因为你看一般这种事 发生在高中和大学 比较少 因为高中和大学 他懂事了 他一看东西妈不行 他就不吃了 对不对 他不吃了 宁愿把东西扔了 也倒掉 也不能把肚子吃坏了 对不对 小学生就傻 给什么就吃什么 你知道吗 还是迷迷糊糊的 给什么就吃什么 真的是吃坏了 全班都吃了 上头下线的 还吃 你知道吗 小学生就是傻 那家长就得去保护他 然后一点 就是说为什么 出现这个情况 主要就是说 一些教育级的领导 有一些提成 他不是对社会 完全召开的 如果对社会召开 比如说 我觉得可以 就是说什么 家长 我们也付一份钱 家长付一份钱 然后每个班 家长们一块 付一份钱 然后每一天 换一个家长来 吃一下 然后最后 家长们给打分 如果行 留下不行 滚蛋 我们再换一个 如果是这样的 交由市场机制 就好办了 但他不是市场机制 他都是一般的 都是教育局 或者校长的 亲戚什么的 都是这么一种情况 这样子的话 那就没办法了 他这个事 现在天津市政府 不是很重视 问题在哪上 就是说 主要是学生 没有吃 上头下线 谁又没事 学生这种事 家长就闹了 那就得重视 现在来讲 因为他是 他从外面曝光 他是拍 拍了之后 是看着很糟糕 但是学生还没 但是也有可能 他是一点点的 慢慢的学生 他的抗体就提高了 他们不以前 不得开玩笑吗 说老外来中国旅游 然后一帮中国人 带着老外一块出去吃饭 穿饭 第二天 老外都拉肚子 中国人都没事 因为中国人都习惯了 所以这也是一个 也有可能学生 慢慢的就已经适应了 身体慢慢都改造了 他们不说 他说只要第三次 世界大战爆发了 核战争爆发了 中国人都能生存下来 因为我们已经 接受了这种化学成分 和辐射了 老外就生存不下来 所以感谢政府 感谢党 提前为我们的锻炼 百度不侵的身体 所以反正整个 现在其实不光是天津 整个中国都这样 小学午餐出问题 比比皆是 我们这报道了多少个了 没有办法 我就说 如果为了孩子好 当时我经常听说 说移民真的不是为自己 尤其到了中年人 三四十岁的中年人 移民真的不是 主要就是为孩子了 为孩子寻找了 一个更好的空间 出国之后 就算不能培养成国外灵 但是最少 它是健康茁壮的在成长 我就像说 我说你看看 你看我们认识 好多多数 就是出来的小孩 在国外长大的 和在国内长大的 看上就是不一样 那机制程度也不一样 整个精神状态 精神面貌就不一样 一看就不一样 区别区别是非常巨大的 这点来讲 就是说 如果为了孩子移民的话 我觉得还是值得的 而且越早就越好 所以如果不行 有条件的话 把孩子就送出来就得了 留在国内 反正就是说 实在是需要的 吃午餐不给你读死 后面也有各种事 你保不齐 前两天河南不还 出来了一个人 在马路上 同死的三个学生 还记得那事吗 好多人来说 说我当时我想报道 后来发现这种事太多了 就没办法 你现在动不动 就上街同死学生 是不是同死的 好像几个 都是两个11岁 一个12岁的 是不是河南 河南安阳 是吧 当时我想播的 那两天一个嗓子也不得劲 一个新闻也太多了 然后你就想到 就是我们做的媒体 做了几年 到了这种事都已经 就觉得 好像 对 什么哪是爆炸了 哪是同死学生了 就觉得真的 就是说 我觉得每个学校门口 都应该拉一横幅 就说 冤有头债欧主 前方左拐是市政府 反正就都是这样 中国人的事 因为太多了 小学把学生吃坏了 然后没事 有人去冤药 同死几个学生 这些年就 无数次的发生 无数次的发生 以至于到最后 就是我们播新闻的 都麻木了 我不知道你听新闻的 麻木不麻木 就感觉这个社会 反正是有点 怎么说 大家应该就是说 在思考思考 是吧 然后天津市政府 现在来讲 就是说 不认认真真查这个事 认认真真查什么 查到底是谁拍的 知道吗 什么意思 什么想法 为什么这么干 你到底是为了挣钱 你还是干什么 如果就只是为了挣钱 还好说一点 如果真的是有良心的 这种就是说社会记者 这种公民记者 如果是这种 就弄死你 为什么 因为这种外风邪系 不能助长 因为今天你报道一个 如果我查了 你又挣了钱 明利双双 明天妈的 你就敢去偷拍 市领导去 对不对 这还得了 这不把你惯坏了 对不对 这一次就弄死你 让你就是说 伤筋断骨 让你彻着地 知道自己姓什么 让你以后 不敢再出来瞎拍 倒不是为了保护他们 主要为了保护领导 因为你这么搞的话 领导也危险了 你知道吗 就是所谓的 我经常说 就是说第四权 媒体就是第四权 当媒体在监督领导 监督上会的时候 实际上的公民的权力 都受到了保护 但是这种第四权 是绝对在中国来讲 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你这么搞的事 这么聊 以后领导也提尿打 万一派的领导怎么办 对不对 所以肯定要打压 所以这个事 现在很多人说通告了之后 党着市政府的处理 那你甭等了 市政府在处理他 在处理拍视频的人 你还不了解吗 你在中国生活 那么多年 他不在中国吗 对不对 你觉得他是在处理 提供午餐的 不是他在处理拍视频 等着办他 知道吗 所以大体上 也就这么个意思 然后学生没吃坏 学生没吃出事来 也就这么回事了 反正瞎唬唬唬他们 也就这样 后面该怎么着怎么着 至于你 你就是要不你就接受 中国就这样 你接受不接受 要不你就两种 一个你就是颠了 就移民走了 要不你就分了 分了 就是闹革命 但是我建议你 就是说你要闹革命也行 你朝着市民党去 不要的 我又担心 到时候很多人 就一愤填硬 说中国这么糟糕 我也要出去报复社会 然后开车去马路上撞人 你看大连 就是你跟着判死刑了 要不跟河南安阳似 上马路上捅学 你能不能朝着市领导去 兄弟 是不是有点骨气 是吧 行不行 你让我也看看 当然现在他们说的 市政府什么的 因为就这种报复社会的越来越多 所以市政府 现在都是跟房内恐怖分子似的 门口都有大东西拦着 不让这车的冲进去 然后门口查了特别严 来了之后都要说清楚 是谁登记才能进 要不然不让进去 领导也担心 担心 也知道坏事干太多了 你知道吗 提心掉胆子 当个官不容易 真的 现在中国当个官容易吗 你知道吗 去年还是前年有报道的 一个不就是 村长 村长 就是什么强拆 捞了一笔钱 然后拿点钱 送她闺女去加拿大留学 然后加拿大留学 回来过年 然后他强拆 把人家爸爸打死了 把人递给这占了 还给人判了三年 那哥们出来之后 天天等着他闺女 从加拿大回来 回来去了二话不说 有的闺女就搁搏 就弄死了 对不对 所以领导 现在你知道 你知道中国领导是怎么回事 你知道为什么海外的刘先生 都不回国吗 领导跟学生说别回来 我妈坏事干太多 你回来我怕 别人把你这喉咙给你割了 你现在很多的中国留学生 根本就不敢回去 是领导不让回去 你知道吗 所以你看留学生里面 凡是说自己加拿业大 要回来进行家产的 这说明其实不行 你知道吗 留在国外的 这说明什么 说明家里是真有钱 你发现了吧 凡是真有钱的 才能够留下来 而且家长就死在外面上 留下来 知道吗 凡是那些 就是说其实也没什么权利的 回去不担心 被人抱负 被人割膊的 你知道吗 才回去了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目前就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你说这事 你让我说什么 都没什么好说的 就是说 你想指望着市政府 去保护你的孩子 那是不可能的 你就痴人说梦 你知道吗 市政府现在保护他自己 在保护他的孩子 不被割膊 保护他自己的 不被人偷拍 你知道吗 怎么会哪有时间保护你 保护自己的保护 保护不过来 对不对 所以你只能你自己 保护你自己的孩子 然后不行 移民就送出来 好不好 只能靠自己 然后我就不明白 怎么还会等着别人 去给你偷拍 你自己不能去拍一拍 家长都在干什么 是你的还是亲生的 对不对 自己保护好自己 好不好 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